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撒必须到摩利亚山 摩利亚底线 我们看为什么必须先以撒 第一 以撒是英许的 第二 以撒是独生的儿子 第三 以撒是属灵的 第四 以撒是撒拉生的 撒拉代表心别 对不对 撒拉生的 应许生的 独生的 属灵的 撒拉生的 为什么必须具备这个条件才能现成 耶稣也必须具备这个条件才能现成 这里边 应许生表明神应许的 不是从血气 不是从情欲 不是从人欲 独生儿子预表耶稣基督就是独生儿子 亚伯拉罕在这里就预表天父 天父献上爬独生儿子 就用亚伯拉罕来预表天父献独生儿子 才能够达到父神祈约 这就跟预表 如果献以撒玛丽 那就不叫独生儿子了 就把以撒玛丽献上 死女生的 下家生的 生子为奴 不能献的 只有献属灵的 所以以撒是属灵的 以撒是撒拉生的表明新约生的 对不对 所以献的时候必须按这个条件先 所以神要的是什么 要属灵的 那我给献上属肉的行不行 我把肉体献上行不行 肉体不是献 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 以基督同丁什么 我把罪神献上行不行 因为罪神不是圣体的 不能献 罪神必须是灭绝 谁要把罪神献上了 那就表明 他在违背上帝的指示 神指示的必须是独生儿 应许神的 必须把他献上 所以必须献伊萨 今天神指示 不是亚伯拉罕来讨神喜悦 必须神指示 必须献伊萨 必须到我们的亚山县 地方 祭物都得上帝指示 时间也必须上帝指示 地点是上帝指示 现在祭物是上帝指示 在这成功 我们往往不等着神指示我们 我们就自己想要做一件事讨神喜悦 一做就做错了 是不是啊 做了这么多年 我要行善 做好事讨神喜悦 很多的教会都有这个想法 最后行为行出善呢 没有 行为行出来 没有 没行出来 怎么行也是罪人 是不是啊 昨天我们讲了 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 有信息的亚伯拉罕一样 先赶住以实马力 最后才能献上伊萨 现在有的人 那罪神还没灭绝 还没赶住出去 就献上 一献就献出了什么 献的什么 大肉体现场 这大肉体一献上 是圣洁的 是不圣洁的 罪神灭绝了之后的现场 是圣洁不圣洁 这就是圣洁 罪神灭绝了 没有罪神的 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 活着 这一献就献上基督了 我活着一献就献上我 就献出殊土的 一献出殊土的 那么 我们就不是笑话 亚伯拉罕神灭 必须是伊萨 好 这里面只是献伊萨 那么我们就得献伊萨 好 咱们先看 罗马书第十二章 为什么伊萨 伊萨 必须是不死 杀死了 直接就放在祭坛上 到摩利亚山才杀他 是不是 耶稣基督也是 到了哥哥达 他地才陷 而那些旧约 必须在地上 杀死的时候了 那个藩基 才能把他陷 表明伊萨是活基 是不是 表明伊萨是活基 基耶稣基督也是活基 我们看 今天上帝要我们的是什么基呢 是活基呢 是死基呢 是圣洁的呢 是不圣洁的呢 二十十二章第一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基 是圣洁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而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谓神的存权 善良可喜悦的旨意 献伊萨是不是神的存权 善良可喜悦的旨意 是 献基督是不是神的存权 善良可喜悦的旨意 是 那么我们把我们的 从神神的 从基督神的新人献上 是不是神的存权 善良可喜悦的旨意 是 如果罪神不灭绝 我的罪神不灭绝 活着的还是我 就给献上坏不坏了 坏了 坏了 那是 不是在献基 而是在轻慢神 听没听清楚啊 先我的大肉体 我的肉体还活着 在哪里活着呢 今天教会都在哪里活着 最终活着 在最终活着的人 有献上了 圣不圣结 有圣不圣结 这里面要求是什么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 将身体献上 当做什么计 活计 在对上死的人 并且得以在意上活的人 才把自己献上 这叫活计 活计是圣结的 死祭能圣结吗 因为人死了 是圣结的吗 死人 是沾染死尸 在旧约圣经 沾染死尸 是代表 圣不圣结 不圣结 那么 死祭不能献 死祭是什么呢 毕竟在罪上死了埋葬 死完了是埋 埋完了是罪神灭绝了 对不对 不在对中活着 再献给神 乃是圣结的 乃是神所喜悦的 与罪无关的人在献祭 罪是灭绝的人 献祭 是不是 把旧人给献上 把罪人给献上 把大肉块给献上 上帝要的是灵机 他献上肉块 上帝要的是天上 他献上地上 上帝要的是水 他献殊土的 上帝要的是基督 他献上老亚堂的 对不对 两个人他都没分清 今天教会中间 献肉体的 献罪人的 多不多 多 边献边 谁敢说 怎么犯罪呢 表面他是什么人 罪人 罪人 罪人还献上 神喜不喜悦 这里面说 你们要查验 是何谓神的存权 善良 可喜悦的旨意 献错了 那就是在侵犯神 献对了 那是上帝所喜悦的 蒙上帝悦纳 亚巴拉罕为什么讨上帝喜悦 他根本不是主动去去 没事干了 我去讨神的喜悦 不是这样 今天人讨神的喜悦 多半教会都是人主动 今天 你看不看 亚巴拉罕所有的行动 都是神主动 从加利德布尔 上帝主动护照亚巴拉罕 不是他主动的 不是亚巴拉罕主动 我要出加利德布尔 是不是呢 是不是亚巴拉罕没主动啊 神主动护照他 紧接着又从哈兰 神主动护照他 紧接着 神主动的提出 我要跟你立约 紧接着 神说你把以什玛利和夏家赶出去 紧接着 神又主动在埃及 发了王面前救了亚巴拉罕 紧接着又在亚比米勒王面前 又救了亚巴拉罕 紧接着神又多次的跟亚巴拉罕立约 都是神主动 这样才能讨神的喜悦 因为我们本不知道神的主意是什么 必须上帝主动 谁主动 神主动 今天教会是谁主动 很多教会谁主动 神主动 人主动 你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吗 你知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所做的事情 就不在神的旨意中间 对不对 好 神打发 他约拿到尼尼尾去传福音 谁主动 神主动 约拿到尼尼尾传的神 什么福音 再过四十日 这成就幸福了 再过四十日 这成就幸福了 走了几天的路 三天的路程走了几天 一天的路程 一天的路程 最后呢 就喊这么一话 再过四十日 他传什么了 他传像我们现在传这么明白吗 你们必须信耶稣 借认耶稣基督得救 不借认耶稣基督就灭亡了 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了 埋葬了 第三天复活了 你若相信了 你就可以成义 女哥今天 这么详细摆一篇说价 有没有 这么详细说 没有 他就说再过四十日 这成就要清楚了 最后 从君王到尘载 到下面的草民 以及下面的那些神主 都匹马龙回 回向神来 必须神主动才有火消 神不主动一定要火消 那么今天 如果亚伯拉罕亲自找神 说你要给我生一个儿子 坏了 表明 这个儿子是亚伯拉罕自己要的 是不是 而这里面 亚伯拉没找神 神就亲自找他说 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 先问亚伯拉在哪里 他说在帐篷里面 到明天我要来 亚伯拉罕要回你 生个儿子 给你生个儿子 啊 他当时还很 是吧很旧气的 亚伯拉生个儿子 这将死的人能生儿子吗 所以他理解不了 今天你要想知道神的旨意 必须是神先主动跟你说 好不好 神主动呼召你 神主动跟你说 这样你才能知道神的旨意 这本圣经是我求神 给我写出来的 还是神自己漠视出来的 如果我求神主要你给我漠视一本圣经 坏了 那你还 就漠视圣经的时候 你还没出来呢 你在哪里了 说不上在哪 腿都钻进里头了 根本就没有生下你的手 上帝早早就漠视这本圣经 没跟你商量 是不是啊 神的旨意不需要跟人商量 只是说 你要这样 你要那样 神就都 神有这个主权 神不跟你商量商量 我给你造这么高的个儿行不行 要跟你商量你才不干 是不是啊 神给你造眼睛的时候 我给你眼睛造小一点 你干不干 能不能商量 要是商量就坏了 你肯定不会干的 别给我造小了 你不要造小了 我不要小了 我要大的 是不是啊 给你造那个头的时候 告诉我 我给你造一个 什么样的头 你肯定不会干的 给你造耳朵的时候呢 给你造什么耳朵 你都得 神跟你商量 这就是神绝对的主权 什么叫绝对主权 不跟你商量 你生在谁家 就在谁家 你生在老李家 不能到老王家 生在老刘烈 不能到老张家 对不对 这样你没有选择权 很多的事情 人没有选择权 这就叫上帝的职 定好了 他决定了 他决定了 你就顺服就行了 谁呼召亚朵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有没有说 我让你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你同意不同意 有没有这么问 没有这么问 他就直接告诉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是不是啊 这样才显明出神的主权 因为神本身 人就是神造的 神指示你去你就去 这就叫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人不能主动 你不知道前方的路程 路程的路程 所以必须上帝主动的 来呼召你 亚伯拉罕先离撒 是不是上帝主动呼召 是啊 是神定下的实力 为了试验他 看看亚伯拉罕的信心误会 这就为了目的 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呢 从来没跟神讲条件 所以今天上帝呼召你的时候 不要跟神讲条件 没有条件可讲的 因为活着的不再是你 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我们有什么资格跟上帝讲条件 上帝现在就呼召你 说你到云南去传福音 你到西藏去传福音 你去不去 去不去 你为什么去 上帝的呼召 你就到西藏 主啊 我到西藏去传福音 那个地方 那高原气候啊 我传的时候 我能上来骑吗 那氧气够我用吗 那我能够活着吗 我能 有许多许多条件 有许多论法 正常说不要问 不用问 为什么不用问呢 因为神的旨意 他是不能改变的 能改变的必须我改变 不是神改变 他的旨意是永不能改变的 就是我改变 我改变 我就必须遵循他的旨意 顺服他的旨意 他主动扑着我 我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样子 不是我为了讨善行吗 主啊 你要不要以撒 今天要把以撒给你献上 你看亚伯拉罕没这么一问 是不是啊 主啊 你要我干什么 你告诉我 为什么圣经多次提到 我们要笑话亚伯拉罕 你执行 消化亚伯拉罕 你执行 亚伯拉罕做这么些错事 也没有屁股朝天 跪在那地方 哎呀我这个罪人 我是最大恶极的 这是罪人呢 有的人就拿上去 你看到保罗都说 他罪人中间的罪魁 保罗说他是罪魁 是在说什么 是在什么时候是罪魁 是在为光照以前是罪魁 他说的那话是指 他为光照以前是罪魁 还是光照以后还是罪魁 你看有的人就看这个话就看不懂 保罗明明在下面就标了说 就写了说 那是在我不明白的时候 罪魁是在他不明白的时候做的 他抵挡救恩 逼迫基督徒 残害神的教育 是在什么时候 为律法热心 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蒙光照以前 是蒙光照以后 他明明上面就写的 这是在我不明白的时候做的 听不开 贤熟是不是这么说的 是在我不明白的时候 今天有的人拿这句话 就成为我们基督徒 永远是罪人的根据了 是不是 一拿拿 你干 你是雅伯拉罕 他从来没有为罪先 天天在那倒空认几个屁股坐小天 天天来那查队 那保罗还说 我们是罪魁中的罪魁人 那罗马寺的第三章面还说 没有一个义人 你怎么说你是义人 你看这人断章取义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断章取义 断章取义断什么 保罗在提摩太前述说过 就随着中间的罪魁断上面 下面不看了 保罗说 我那是在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事情 是不是 他不看下面 我们说认自己的罪 拿下面那几截 上面不看了 圣灵来了 叫世人违罪 违义 违审判 自己就为自己拿上面 下面不看了 违罪是因为他不信我违罪的 违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拆遣圣灵来成你们违义 为审判是世界的王要受审判 哎 他把他这些 世界的王是魔鬼 他把他全都抑露在自己身上了 错不错 错在哪里 错在哪里 这些人为什么错呢 就是因为 他们总是主动的 主动上神面前干什么去 认认罪 一犯的罪了 肉体一犯罪了 认认罪 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 是定死架是认认罪 认罪得死啊 那个公安局抓住一个小头的时候 不是抓住一个小头 抓一个杀人犯的时候 来 你 说来 你叫什么名 多大了 性别 性别 是不是 性别 住在哪 户籍 家里几个人 你爸叫什么名 你妈叫什么名 是不是 你哥哥叫什么名 你弟叫什么名 详细就把地址查出来 住在哪个村 哪个村哪个地方 为什么要杀人 用什么杀死 什么时间杀的 杀人的动机是什么 是不是都写完了 是不是你杀的 是我杀的 承认承承承承承承承 承承承来 把手指都拿过来 按没按完 按完 按完认不认罪 成不认罪 这叫认罪 认罪 认罪了之后怎么办 放了你继续犯罪吧 继续杀人 是这么回事吗 傻瓜都傻头顶了 认罪完得扶法 我们认罪完跟基督同死 是不是扶法了 他们认罪完在最终活着 继续当罪人 继续杀人 有这样的 有这种法律吗 世上有这种法律吗 这傻头顶 亚伯拉还信在哪里 亚伯拉为什么已经信了 他就说上帝称我唯一了 上帝不定我罪了 这才叫真的 不定罪了 他就知道这个奥秘 上帝已经不定我罪了 我也不是个罪人了 我乃是什么人 你看人就有这个感觉 虽然生在旧约里 但活在哪里 活在新的 虽然生在律法时代 活在哪里 活在恩典时代 是不是 虽然活在旧的里面 活在 但他活在新的里面 他在旧的里面 出生的活在新的里面 这叫真正的灵性 神主动地呼召亚伯拉哈 亚伯拉哈不主动地 是不是 不主动我先遗党 我从加利德乌尔出来 我要从哈兰出来 我要从今天 按照他的肉体啊 他都软了我呀 做了这么多就坏事 没有一次 会在那个地方 查一查罪 数一数罪 有没有 没数 没成 神称不称他为义 因为亚伯拉哈信什么 他为什么今天肯 青铜主化 我们看一段经文 罗马书 先看罗马书 第四章 罗马书第四章 第十三节 他就知道这一个奥秘 他知道什么奥秘呢 他为什么肯献上伊萨 这圣经就解释了 旧约圣经也解释 新约圣经也解释 我上次查到的罗马书的第四章 第一解释 亚伯拉哈不因行为成 不看肉体 肉体软不软弱 软弱 肉体 是不是 有没有过犯 有过犯 但应不应对过犯 就怀疑上帝要定罪呢 凡怀疑上帝要定罪的人 表明他对上帝的应许 根本不了解 也没抓住应许 是不是 我们看第十三节 因为神应许 亚伯拉哈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 不是因律法 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这句话够够明了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哈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 这么大的权柄 承受世界的权柄 不是因律法 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因信而得的义 就能承受世界 你信不信 信不信 不用你行律法 亚伯拉哈没行律法 亚伯拉哈在律法时代 没行律法 没行律法 他杀儿子是行律法 是超越律法 超越律法 超越律法 律法要求行为 律法要求不可 奸人 不可杀人 这些他都犯了 不可做假见诚陷害人 他都犯了 这三条全犯了 我跟你查三条犯了 上帝要刑罚埃及王八老 是不是他做假见证 他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 已经成为妻子了 还叫妹子吗 是不是假见证 是不是假见证 他对亚伯米勒王说 我的妻子是我的妹子 这不是我的妻子 是我的妹子 是不是做假见证 假见证做了 取下假 是不是犯监狱 杀依撒 是不是犯杀人 神称他为义了 跟亚伯米勒王立约 是不是也违背了律法 律法要求不要到那地 不要去跟那地 立任何的约 不可与这地的军人 立任何的约 他去了就跟那立的约 因为什么 胆怯是不是 因为心里都害怕 你说我不跟他立约吧 以后他性命打过我 我怎么办 我就靠那些家庭 就能打过他吗 他心里就有这个想法 立就立吧 还拿着牛羊 跟他立的约 作为立约的条件 散了一口井 把这口井要回来 是不是 用什么换回来的 中国的井 我凭什么拿牛羊换呢 他就拿牛羊换了 是不是 我给你牛羊 七只 是不是 母羊 母山羊羔 来 换我的头井 作为记号 这是正的 又没有做记号 神就是他的记号 所以他软弱 上帝不纠缠 不纪念亚伯拉罕的一个 我们注意再看 承受世界 和他的后遗弊的承受世界 保密包括你 你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遗 你做亚伯拉罕子孙 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遗 那么既然是亚伯拉罕的后遗 这句话对你起了起作用 你看 神应许 这受英语 应许什么 亚伯拉罕和他的后遗 这后遗就是我们的 必得承受世界 不是因律法 乃是引信而得的义 这就告诉我们 只是我们 我们只要引信成义 就必得承受世界 是不是亚伯拉罕 再看十四节 若是属乎律法的人 才得为后遗 信就归于虚空 应许也就废弃了 你要是认为我靠着律法 才能得为后遗 那信就哪去了 归于虚空 应许就哪去了 就废弃了 只要你靠律法成义 应许就废弃了 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 哪里没有律法 那里就没有过犯 所以亚伯拉罕是没有律法的 所以因此没有过犯的 神一次也没有责备过亚伯拉罕 他没有律法 因此没有过犯 第十六节 所以人得为后四是本乎信 因此就属乎恩 本乎信的人才能属乎恩 不本乎信 本乎行的人就属乎律法 注意看啊 本乎 本乎什么呢 本乎信 信 因此就属乎什么 就属乎恩 我现在不在心里建造 属不属乎恩 这是文言文属乎恩 我必须以信为本的人 才叫恩典 才能证实属乎什么 恩是白给的 我要本乎行 律法要求什么 律法要求什么 就属乎什么 本乎行属乎律法 要属乎律法应许就哪去了 信就哪去了 信就归于哪去了 归于是什么意思 归于哪去了 假如我要属乎律法 假如我要属乎律法 信就归于虚空 应许就哪去了 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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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又许什么 谁又许 亚伯拉罕和他的后遇 必须成熟失去 我如果是 不本乎信 那信就哪去了 归于虚空 我本乎行 本乎律法 那信就归于虚空 应许也就什么 也就废弃了 也就废弃了 是不是 是不是 这句话能听懂吗 如果我本乎律法 以 行律法 一要守护律法 那信就哪去了 以律法 不本乎信 乃本乎什么 不本乎信 乃本乎信 所以我认识本乎律法 就把信给配合 因为他要求行为 不要就信了 就把什么废弃了 把信就废弃了 信就废弃了 下面应许也就废弃了 信归于虚空 应许就废弃了 只要信 废弃了 因为上帝是见了信心 把世界 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遇 那我要去保护地方 我说把信就废弃了 只要把信废弃了 应许就哪去了 废弃了 废弃了 听清楚 就把这个给加工了 这就是许的 是不是 你已经得不着应许了 神应许 亚伯拉罕 和他的后遇 必得成熟世界 他的后遇从伊萨成的 必得成熟世界 所以他应许这些 都是借的信来的 所以亚伯拉罕是借的信来的 是借的信把伊萨献成的 对不对啊 我想看他是借的信献伊萨 不是借的行为 不是行为 他是借的信的 我们注意看 第十七节 十七节知道了吗 四章十七节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 那叫死人复活 史无便有的神 亚伯拉罕怎么信的 他为什么献伊萨 神要叫他献伊萨 这时候他要打个儿 中间要有犹豫的地方 表明他不信 此人复活 他为什么献伊萨 这里面强调 亚伯拉罕是以什么为本的 是以信为本的 以信为本的 所以他就凡事都相信 包括他说 对亚伯拉罕说 我的妻子就是我的妹子 也是很有信的 我相信 我就说是我的妹子 他把抢去了也不是他的 因为我有神哪 你还能把我怎样 我软热神刚强啊 神可以把我从你手里救出来 以信为本 反正亚伯拉罕就以信为本的 他为什么啃出迦勒底 迦勒底多富有啊 他为什么从富有的地方出来 他往那迦南的贫瘠的地方去 按人说迦南地人那三地多贫瘠啊 竟是些杂族的人 杂种在那住 是不是啊 迦南七族啊 都是杂种啊 是谁的后代呢 韩的后代 是不是啊 迦南必受咒诅 住那些居民都是被咒诅的走来啊 什么杂族啊 他就居住在 上帝告诉你 进那杂种多人去住 最后我要把那个地方赐给你文艺啊 那杂种多负心啊 啊 要让一个人 单枪匹马的就跑 加拿地去住了 所以到那地方 也害怕 也害怕 是不是啊 特别惧怕 一开始惧怕 后来就不惧怕 你看 神把应许赐给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就凭什么得应许 有信才能得应许 没有信的不能得应许 平行的 不是得应许 而是得什么 本乎信属乎什么 本乎信属乎什么 信 如果在律法下的成为后司 那信哪去了 应许哪去了 所以亚伯拉罕抓住信 我就是高兴 所以现在以撒 他为什么先信撒 他相信一件事 因为他以信为本 他就相信一件事 相信什么呢 他信什么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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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 释迦强盗不是这么信的吗 释迦强盗也这么信的 这个信必须神赐给你信 不是我捏造出来的信 不是别人可保写后后图 我也学后后图 那都是八个学者 说八个学者 学来的不算 上帝要从信心里发出来 释迦强盗根本没看到耶稣基督怎么复活 但他在实际上看耶稣正在流血 用眼看耶稣正在流血呢 是不是 挂在实际上 正在滴血呢 头上也流血 戴着惊奇冠冕 手上也流血 脚上也流血 他就肯定耶稣基督会得国什么 就这件事 这个信心是超越的信心 根本不是学来的 你可别学来信心啊 别人有信心 我跟他学一学 你告诉我 海峡怎么 你告诉我 你的信心怎么来的 我给你学一学 能学来吗 是学来的吗 是学来的 这不是学 学路夫人到耶稣背后摸衣裳碎子 是不是啊 我只要这么一摸 她的衣裳碎子 衣裳金 我的血路立刻止住了 谁教的 回哪学的 上几年谁学来的 是学来的吗 不是 怎么来的 神主动给他信心 神主动嘛 神主动嘛 他跟着耶稣在后面走 都是主意 耶稣基督主动的来吸引他 把他吸引到后面 那个信心是神给的 神主动的信心 神主动的 学的吗 不是 他从哪儿讨 取经取来的 有的人 完以后你在哪儿学神学了 学几年神学了 给谁学的 你的老师是谁 我说我没有老师 就是基督是我的老师 我也没跟任何人学过神学 一天我都没念过神学 你信不 我没有老师 只有基督是我的老师 这不是 施加强道说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今天我是谁教的 什么没人教 他是真正神主动感动 只是我 耶稣基督对彼得说 说 你们 说人子是谁 彼得突然说一句话 你是上帝的弥赛呀 是不是这么说家 耶稣最后夸奖了他一话 这话 反不是受血气的人教导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父教导你的 是不是啊 对 别人教导你的 是你学来的 是教出来的 教出来你是走嘴没走心 如果你真听信心 我天不只是你一句话 那句话是最关键的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 他就不凭眼见 只凭信心了 你看 耶稣留学啊 凭眼见马上死了 死了你还 德国降什么领呢 还能升天吗 啊 还有机会吗 你都死了 你都断气了 马上跟我们一样 背景死了 被小球架绞死了 你还能救我们吗 像那时加 你是上帝的人 你救救 你和我们吧 这死价强盗 不信那个强盗 是凭眼见 这信的 不凭眼见 凭信息 不凭眼见 耶稣正流血呢 是不是啊 手脚都在流血呢 马上就要奄奄一息呢 在死价上 这心脏一点点血没有 心脏它就得供血的地方 没有血了 全身供不上去血 头脑供不上去 马上就要断气了 马上就要完事了 是不是啊 释迦强盗竟然说出一句 细心的话 安慰了神的心 安慰了主耶稣这个体 你德国将你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这句话不是学来的 不是教他 乃是神指示他的话 对不对啊 对 释迦强盗第一个看见流血 有没有跟别人学一学 我得找人学一学 我真的怎么洗醉 有没有在那 主啊你的宝血厚乎屠啊 有没有 是不是他第一个看见耶稣流血呢 有没有 主啊你赦免我所有的罪 有没有 有没有在那查一面 我在哪儿当抢的 我怎么做呢杀人 我杀贼了 我在哪儿抢人 抢人 有没有 有没有 神怨不怨呢 这就叫信心 你跟别人学来的 别人能打告 你也能打告 别人告诉你 道同认情 你也道同认情 别人告诉你 认罪会干 你也认罪会啊 你一辈子都没有什么 你别看你在他嘴上说 你一辈子都没有什么 别人教你的 到耶稣来那天 耶稣都不认识你 你全是学来的 现在我是把你领到主的面前 叫主的灵亲自来感动你说话 你听清楚了吗 如果你能记住信心 主的灵肯定感动你 叫你说主的话 肯定是有根有基的 有依据的话 并且那个话是从神来的 好不好 你看所有的人 凡是被圣灵引导的人 说这话都有根有基 有依据的话 这实际上在强盗 这信息何等的大了 德国降临了 他相信耶稣死了 埋葬了 而且从死里活 升到高点 到高点上 还能德国降临 看这么远 以诺看哪 神的带着 主带着千万的圣者降临了 这信心大不大 从创世纪的眼睛 越过了时间和空间 越过了这个过程 时间和空间的过程 直接看到耶稣就在来 这是信心的眼睛 根本不是肉体的眼睛 你看见 你说今天能看过眼 能超越历史吗 能超越时间吗 能超越物质界吗 他就能超越历史 超越空间的 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是不是 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了 对不对 现在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信心 等你有了信心 效法亚伦安之 他是怎么信的 你有信心之后了 你说出的话 不是轻易说出来的 不是跟别人起来 你看他说话真 熟灵 我跟他学一学 那时候他也很熟灵 我跟他学一学 不是这么学来 你现在就学他的信心 一切在信上什么 就在信上见 你只要在信上 你见给了主 最后你随着说神话 这个话 绝非不是学来 不是想出来 不是好想想 跟他说什么话 神就给你画了 主就给你画了 你信不信了 在信上见一张 一切因信心做成了什么 主的功夫 就在信上见 只要你在信上见 就好想 这一是本于信 一致的信 你的信救了你 就照着你的信给你什么 你只要信 他就给你成就 他就给你主的话 给你呼召 给你指示 给你显明神的意 给你显明神的作为 对不对 你若不是建立在信心的技术 你跟这个学的 跟那个学的 都没有用 你看看弟兄姊姊姊 我讲了这么多的道 就是把你引到信上 是不是 女人在信上长根 是最有福的人 不是我要教你什么话 我什么话也不教你 我就是把你引到基督面前 你看亚伯拉恩怎么信呢 他是怎么信的 他从来没有自己的助长 对不对 主叫他出来 他就出来 75岁的老头 是不是 他说你出来 背着大包小包的 带着仆人 带着鱼 带着这些东西 假决不出来 就走 我哪去 不知道我哪去 我哪去呢 难怪走岔路了 是不是 谁给你岔路了 他那给你岔路 但上帝有没有丢弃他 没有 没有 继续来 过来 那都出 差了 错了 我这么来 岔路往南去快 往南走 越过了 佑巴拉底河 迪克里斯河 进入哪 过了佑巴拉底河 过了迪克里斯河 又往哪去了 我家里去 这回这个方向对不对 对了 方向这个方向是上帝挑的 我们从前都在人为中间信仰 人为中间 别人告诉你 认罪 你就认罪 低头 你就低头 反省 你就反省 醒他 你就醒他 像文化大名的时候 把手给扣起来 你一点没有自由 律法捆的 这也不行 那也不可 这也不 是不是 你犯罪 那也犯罪 医生就在罪里头 是不是跟人学的 道空是跟谁学的 醒茶 茶醉跟谁学的 没有指望的 是不是 天天在罪里头 信了一辈子 做了一辈子罪人 是不是学的 亚伯拉罕在哪里头 是提到 我是个罪人 在哪里提到 我跟你查了这么多天 在这个地方 查了今天是第几天 第四天 啊 今天第三天 今天第三天 在哪地方 在那屁股绝对 在那认罪回来 有吗 是不是没有啊 他没有 上帝才叫你 效法亚伯拉之心 他要有了 上帝就不能叫你 效法亚伯拉之心 这个人不行 是不是 你看圣经里哪个地方 记载叫你 效法大卫了 大卫在试验里 认罪的地方多不多 多不多 多不多 为什么多 因为他要守律法 所以他最多 他多 上帝就不要你效法大却 在圣经里多出经文 告诉你 效法亚伯拉之心 有没有效法约伯 约伯 行为正不正直 笑不笑 神提为提倡 效法约伯 没有 没有 你给我找来 你看能不能给我找到一处经文 叫你效法约伯 有没有啊 没有 神知道哪个是真正从神来的 哪个走的是最对的 就是亚伯拉罕走这个 都不是最对的 保罗也在效法亚伯拉罕 为什么 保罗在写信的时候 写出信的时候 多次提到亚伯拉罕 多次在提亚伯拉罕 你看从罗马书往后 很多眷属里头 都提到亚伯拉罕 加拿大书提不提 提了 西文莱书提不提 提了 罗马书提不提 马太福音提不提 马可福音提不提 路加福音提不提 约翰福音提不提 都在提亚伯拉罕 是不是 特别特别多的学买 都叫我效法亚伯拉罕之心 巴黎塞的文化 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耶稣说 你们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为什么想杀我呢 那么今天你传正道的人 那些人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还逼迫传正道的人吗 要逼迫传正道的人 证明他师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就像 好 咱们这一家的人 有哥哥 有弟弟 有妹妹 你是不是在家里的人 你要是在家里的人 还天天欺负家里的人吗 你要是真是在家里的人 你还欺负家里的人吗 你不是在家里的人 才欺负这家里的人 是不是 把外人打家里的人吗 这是在家里的人吗 假如 两人打仗了 你哥哥和别人打仗 你告诉那个人 你上后边把你哥哥腿抱着 来 揍 跟我忙揍 你告诉我 你和你哥哥是亲生的吗 是亲兄弟吗 你抱着你哥哥腿 叫别人揍你哥哥 你告诉你是这家人吗 不是 明显不是 对不对 你不是捡来的 就是要来的 是不是 反正不是在家里的人 没有血统关系 如果有血统关系 那你不会叫别人打仗了 同样是一样 是不是 数血气逼迫数灵了 如果是这数灵的和数血气 他俩就是一家的人 就不能数血气逼迫数灵了 对不对 大卫和扫罗王 那个扫罗王天天地追杀大卫 原因他俩不是一家人 对不对 对 他是他故意 他也不放过 他想追杀 因为为了自己的利益 好 让我先看 我们看亚伯拉罕是怎么信的 第十句 亚伯拉罕所信的 是叫那 说 是那叫死人复活 始无便有的神 就这么信 他为什么肯献伊萨 他相信 我献伊萨之后了 伊萨就是被我杀死了 烧成灰了 神能从灰烬中间得回他自己的神呀 儿子 这样的信 因为神是始无便有的 我原来没有伊萨呀 他把伊萨应许给我 今天我把他现场杀死了 烧成灰了 上帝从灰烬中得回自己的儿子 就这么信的 上帝喜不喜愿 喜愿 这就表明 你相信神是全能的 我杀死了 从哪得回来的儿子 你真信了吗 真信 上帝就要听 这是神指示 叫他献的 所以他感谢 如果他自己的 主动去献的 这个就 没有把握了 到底能不能得回来的信 第一次呢 他如同从死、死到死中 得回自己的儿子 他儿子马上就要死了 被他现场到摩列亚山 先为记了 历史的一代 从古道境 没有一个像亚伴伴把自己为妻儿就现场 到底是不是他妻儿的 有人的怀疑 亚伴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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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他欠人的 是 为什么欠人 神此失败 他欠的可不是自己来 那自己没事干的 他是自己没事干的 反而欠人吗 人欠欠什么 对吧 这个欠人 你欠不欠错 还是罪的 他天天犯罪 还欠上了 还不圣几 圣几就是说 欠人乃是圣几的 他还欠上 还不圣几 错没错 谁主动很关键 如果是神主动 你就没有错 如果是你主动 就一定是错的 对不对 如果是神检选我 一定是检选对 如果我检选神 早晚有一天离开神 对不对 不是你们检选了我 乃是我检选了你 耶稣受伤做的 谁检选谁很关键的 我今天找到神 我检选神 还是神找到我检选我 神是在创立事情 我相信以前就一定检选我 还是我今天 我够聪明的 一下把神找到 这很关键 信神 是 我相信神检选我 还是我相信我检选神 我若相信我检选神 这就自信 我若相信神 我若相信神 检选我这叫检选神 什么叫信 我相信我做点好事 讨神喜欢 这就自信 我相信神不用我做好事 他就永远是赐福给我的 我永远是被赐福的 他永远是顾及者 这叫信神 我总想我做点什么好事 讨谁喜欢 这就是错的 讨 是不是 我还想讨谁喜欢 做点好事 换举神的喜欢 错不错 错 那上帝不用你换 你只要听他的话 跟从他走 凭细心跟从他走 从 一直从开头 一直到结尾 一直都 照着神的旨意 走他说 只是你的路 那这条路就是 正确 否则这条路就是错 对不对啊 现在整个教会中间 人为的信仰多 真正的回到圣经中间 效果亚伯拉罕之心 人少不少 一百个教会 能找出 一个教会出来 就够多的了 是不是啊 都带他自己来 自我自信啊 好 再回去看 他在主面前 做我们世人的父 如经上所记 我已经 立你做多国的父 他就因为信 相信 神能叫 死人复活 史无变有 神就叫 立他做多国的父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隐性 仍有指望 什么时候 他无可指望了 老了 不能生孩子 最后 生出了伊萨 有没有指望了 神就在你人 无可指望的时候 开始体验出 你的信心 神故意把人 逼到无可指望 目的叫 你借着信 因为一切 你信心做成的功 神就操练这个 借着周围 所有环境 就把你逼到了 什么程度呢 四面受敌 无可指望了 最后呢 把允许给你了 就借着信德 就叫你通过信 来得神 给你的允许 伊萨 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允许 独生儿子 往下再看 下面再看 就得以做多国的父 正如先前所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第十九节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 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 如同一死 如同一死 将近百岁了 当然 亚伯拉罕活到多少岁啊 多少 一百多少 一百七十五岁 对不对 亚伯拉活了一百七十五岁 他多少岁出家里的 七十五岁 一百七十五岁 他才七十五岁 到九十多岁的时候 将近身体就将近如此 但是上帝为什么还叫他活 又多活了一百年 是不是多活一百年 因什么活的 保罗是活的 是因性而活的 多活了一百 一百多年 那你要相信的 上帝也给你 这样像亚伯拉罕这样 一百七十五岁 现在有这么大年龄吗 全世界能找出一个 一百七十五岁的吗 一百岁的全世界能找出几个 一百五十岁有没有 一百二十岁的多不多 一百一十岁的多不多 很难 甚至说你的年龄是多少 七十岁 不是强壮可活到八十岁的 这平均寿命 这全世界平均寿命 也就是七八十年的时间 但一生可惊惱的 不过是老虎臭犯 转眼成狗犯 一边无人而去 亚伯拉罕应该信 所以他的寿命多长时间 一百七十岁 我们能活一百岁也行吗 对不对 旧约那个人活的寿命都很长 但亚伯拉罕这个信 你看 他是怎么信的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 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 如同已死 撒拉的声誉已经断绝 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肉体可以软弱 但什么不软弱呢 信心不软弱 亚伯拉罕强就强在信心上 他没有任何的长处 按照肉体说 没有任何的长处 是我们效法的榜样 他最强在哪个地方 就强在现场 所以圣经就叫我们 效法这个最强项 你要有这个强项 就把世界就给你了 你信不信 你要有信 上帝就把天国就给你了 将来叫你与基督一同做法 结果 建立在哪 信的基督 上帝在圣经里 行为圣经多处在其中 就在信上建立 看谁能在信上建立 这信还经过试验 经过百万试验 现在你周围一切环境 试验你信心 到底信不信 是不是 也借着你自己的行为 来信心 试验你的什么 信心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上帝强调的是信 今天你行为不好 你还信不信 亚伯拉行为好的时候 行为不好他也信 从来不能因为行为 使你的信心进行什么 这叫什么 剥夺 有的说行为好了 信心高一点 行为不好又下来 行为好又上去了 行为不好又下来 再好了又上去了 再好就来为人搏动 你的信心 不能依照环境 周围的 或者行为 或者别人的行为 或者你个人的行为 而搏动 我行为好不好 上帝都说了 我不在乎人的行为 如果你在乎行为的时候 你的心 这个信心 就随着环境而搏动 随着别人的行为 或者你自己的行为 而搏动 你信不信 亚伯拉行这里边说 他的信心扔不软弱 信心扔不软弱 那信心是达到什么程度 违行在哪 他违行在什么地方 违行在高处 违行在高处 信心落到低谷了 这就表明受到什么 周围的什么 环境影响 环境 被我信心影响 我不被环境影响 是不是 亚伯拉已经死了 这个环境够不够大了 快要已经死了 已经九十多岁 我将近百岁了 按照人眼睛看 不能生育啊 是不是 按照人说老了 不行了 不中用了 撒拉也断绝了 那个月经了 没有女人的那种水平劲的 也不能生育了 没有生育的能力了 是我们受这个环境影响 这个环境够不够大了 上帝就要从已死的人生出而自尊 你所信的神能够帮你超越环境 所以你的信心应当在环境里上 上帝要教你用信心突破环境 突破行为 突破患难 突破撒旦的权势 突破世上所有的 一切外来的仇敌 你听明白吗 什么叫我以前在高处里 你的信心就稳稳当当的 不管是行为好坏 我还是相信神要我不丢弃我 总不丢弃我 我行为好了 他也称我唯一 我行为不好 他也称我唯一 我行为好坏 我软弱不软弱 和上帝要我不要我这件事 没有关系 你如果是这样 你的信心永远在高处 高处啊 如果你不这样 你就在哪呢 就进入哪了 为什么有的人一段时间爬杀了就下去了 就爬杀下去了 会也不想聚了 是不是啊 也没有祷告了 也不读经 也不谈道了 也不聚会 跟弟兄姊妹也没有联络了 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受什么优强了 受环境的信心 信心哪里了 消化了 信心被消化了 上帝要提拔的是什么 信心 我因为环境被消化了 上帝要我用信心来消化什么 环境 我正好是环境来了 你还把我什么消化了 信心消化 历史里面有信心的人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有说家在征战的时候 太阳马上要偏袭 是不是啊 月亮也马上就出来了 打仗必须有光 是不是啊 光代表耶稣 最后他喊了一声 日后啊 情侣没有在哪 几遍 月亮啊只在亚尔伦府 常媒常用环境 常用环境 正好是24小时都是白天 在历史中间 24小时成为白天 就是约书亚喊的一嗓子 就成为这种现象 就成为日永远是白昼 就是24小时是白昼 是不是啊 白昼啊 没有黑夜 日头啊停留在山南 几遍 月亮啊只在亚尔伦府 这是不是稳心在高处的信心 对 不是受环境 环境那海浪它是波动的 是不是啊 有信心呢 不会像海浪一样的波动 波动 海浪波动原因是因为它受风的什么 出于影响 和地球引力的影响 所以它有波动 这就表明它随着那个风浪催逼它 它就开始波动 现在我的信心不受风浪 不受环境 不受任何的周围的影响 好 我今天日子过好了 感谢神赞美主 有一天我日子要出贫穷怎么办呢 保罗讲过这句话 我或出贫穷 或出卑贱都得了什么 密学 这密学是什么 就是稳心在高处的密学 是不是啊 就稳稳当当的在高处 不在地 没有地固的地上 这些信心 尽管我肉体软弱了 我的信心还在高处 不受它影响 现在上帝教你 用信心来改变环境 比如说 杀 主说一句话说 你们若有信心 杀这么多一 杀大不大 心小不小 心小三大 上帝要教你用小的信心 来影响大的环境 三大 挪移 怎么挪 用肉体杯 是用信心挪 这就是神 今天为什么叫你 一直不叫你受到环境波动 所以亚伯拉罕 从走那天开始 加勒基的乌尔处那天开始 一直跟着主的脚 一直没有偏离主的角度 就是他到了一定程度 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这正是我们效法的榜样 神树里一个这么一个人 这个历史就成为后来时代里的一个榜样 不是间接而榜样 是不是 好 现在上帝要教你改变环境 雪洛夫人现在漏了多少年呢 十二年 那个女孩病了多少岁呢 那个女孩病了多少岁呢 十二岁 是不是 雪洛夫人正好就漏了多少年了 十二年了 现在上帝要用温行在高处的这个信心来影响这个环境 耶稣来就要赐给咱们信心 耶稣是信心创始成功的主 信心是他创造出来的 神今天就要借着这个信心来影响周围的环境 亚伯拉罗将这一词 雪洛夫人雪洛露了十二年 露了十二年表明那脸像不像人脸啊 血都流出来表明生命没有了 人的血就是你身上的血液 这是水分 如果血全部露出去了表明你怎样了 干的 是不是 你里面皮肤也干燥的 脸也干燥的 哪都干燥 没有血了 没有血就表明没有生命 没有生命表明这个人将来死了 现在耶稣走过那地方就是监理他 就借着这个雪洛夫人的信心 谁没教他 耶稣就往前走 他就砸在人的后面 是不是 砸在人的后面 就心里想 我如果摸他的衣裳碎子 我的雪洛立刻出血缘就出足 这一摸我真就照他的心给他成就 心里想到 手里去摸的 成就了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就给他成就了 是不是啊 就是这么信的 亚伯拉罕也是这么信的 亚伯拉罕心里想 我今天献上这个以撒不能死 我献完的以撒那个原药又出来又恢复了 因为山能做这件事 所以他从来没哭 说谢伊萨 亚伯拉罕把你的儿子 就是你的独生儿子 你所爱的伊萨 带到摩利亚地 往我指示你的山上去 先回翻几 亚伯拉罕 就开始哭了 有吗 亚伯拉罕做了几件事情 是有信心的动作 这几个动作是从西律法 预备翻鸡柴 拿刀和什么字 预备驴 把伊萨叫着 平时很少叫伊萨 今天就把伊萨叫 没告诉我 撒了 做了一件动作 没带阳钢 先伊萨是不是得叫阳钢啊 但他得到的审视 不是献阳钢 是献雷 下午会好好跟丁余伯拉罕 走了几天的路程 三天的路程 现在就叫你不吃不喝 走三天路程 你能走廖吗 能或能 能 平行 平行吗 都平行 不平行 不平行 走不动了 上帝不要说你上摩利亚山 摩利亚山走三天的路程 这大热天就你走三天路程干嘛 这样你收起上了旷野 那水在山上就淹死完了 是不是 就找个地方不能淹死 是不是 你怎么就想能淹死呢 那上帝能叫你淹死呢 稍微秋鞋凉了一点 就收起了 太冷了 是不是 不让 亚伯拉罕从来没有讲这些 走 带着儿子 他儿子可能刚刚不满二十岁 升线 升线的时候亚伯拉罕多大了 一百岁 带着儿子 唐唐唐走 从来没有 而来歇息的时候 昨天就歇息了 三天路程 一直在走 历史上就有这么 许多有信心的人 就是这么 走的 唐唐唐唐唐唐 就一直往哪走 往摩尼亚山走 摩尼亚山死 亚伯拉罕去过没有 去没去过 没去 他怎么知道那个方向呢 是 有人说这真不怪事 那亚伯拉罕走三天路程 这三天能走多远 你往几年走 一天能不能到 用不明 啊 用不明 走三天的路程 能走多远 一人走一百 是不是啊 一百五十公里 就是这样 三天路程最少最少 就他们那个走 外国人腿又长 是不是啊 唐唐唐唐往那走 最起码得走 二百公里 二百公里都得多 走三天的路程 他就爬山 是不是啊 到了山下就爬山 你看亚伯拉罕这个眼睛 特别敏锐 天使 神就向他显现 他就认出这是阅王 这眼睛特别好使 亚伯拉罕就有一个眼睛好使 耳朵好使 这个心里敏锐 所以上帝呼召他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说 他在他沉的 他耳朵特别听到 听没听到 再呼召一声 一呼召两声 证明亚伯拉罕这个耳朵 沉不沉 沉 他耳朵不沉 就一声 亚伯拉罕 我在这里 马上就回应了 是不是啊 来 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的独生儿子 你所爱的伊萨 到伯利亚地区 往我指示你的山上去 先别放弃 现在他就在家里收拾 放弃材从家里预备 刀子从家里预备 绳子从家里预备 驴从家里预备 仆人从家里预备 带上伊萨 翻句财 摩利亚山那么大的山 有没有财 为什么从家里预备 为什么 这是个思考的问题 下午了 我就要问你 看谁能回答 为什么 那翻句财对不对 一开始 这三点路程 跟谁身上活着 绿活着 到山下 那是摩利亚山 从山底到山上 很远很远的地方 不是你想 从山下往山上 靠背财 背翻句财 多财呢 能把一个人火化的地财 不过 放在伊萨的监督上 叫伊萨往上背 什么意思 背财是啥意思 修长 为什么翻句财 要从家里预备 向我来问这两个问题 我先好好祷告神 看神怎么办 亲爱的天父感谢 感谢你引导我们 来查考亚伯拉罕之信 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因为我们都是想把亚伯拉罕之信的 因为凡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 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今天要想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必须效法亚伯拉罕之信 凡以信为本的人 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凡以信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咒诅的 求你来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 使我们每个人都能效法亚伯拉罕之信 因为亚伯拉罕相信 神叫死人复活使无便有 我们也相信神叫死人复活使无便有 因为我相信将来我们的身体得熟的时候 我们会改变形状 因为神就有这样的能力 神就有这样的权柄 我们今天跟基督同死 他叫我们跟基督同活 我们在罪上死就得以在意义上活 主就求你照着你自己的应许给我们成就 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把这道交在你大门的手中 求主你亲自来借着你的道 开启我们的心窍 使我们把你的道牢牢的守住 应于我的祷告 感谢奉耶稣基督者圣的尊名 阿们 好